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板址跌0.16% 收报2106点 两市成交6672亿 北匠资金净流出14亿 市场今天是小幅收跌 旁边整顾 刺新股在午后走强 旁边上内需为主的建筑材料 食品饮料 农林牧鱼跟商业贸易是领长 领跌的板块是电子 交通运输 计算机跟房地产 但是这个跌幅都在5%左右 0.5%左右 这个跌幅不是很大 0.5%左右 那么左边这个图是上阵中指跟创业板指这两个指数的一个表现 那么可以看到实际上从今年年初以来 无论是国内疫情爆发或者海外疫情爆发带来的一个影响 这个市场是都有一个刷新向下的一个反应 但是随后又有一个回升 并且这里面很明显绿色条线穿越板指弹性回升的一个力度要更大 那么昨天的一个大涨呢 是补回了前期的一个缺口 那么如无意外的话呢 上阵这个中指应该也会向上呢 回补这个缺口位置 大概这个2,900左右 那么这个位置上呢 有一定的一个估压 那么当前呢 是处于一个这个经济衰退呢 非常不明朗 那么也可以说呢 风险机遇并存的一个这个窗口期 那么市场呢 对于年底 月底两会的一个预期呢 那依然是在这个六文六报 加压力周期的一些政策上面 那么今天呢 经济消息面呢 是公布了4月份的一个进出口数据 那么从数据来看的话呢 这个出口的一个同比 有一个14%左右的增长 那么是好于呢 市场这个悲观的预期 那么市场呢 之前是预期要下跌14%左右 那么这样一振一副呢 并且是双位数的一个表现呢 也进一步的抗拭了这个国内 这也是这个对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担忧啊 有所这个舒缓缓解 那么当然了 这个数据呢 还需要进一步去关注呢 它的一个延续性 那么风险偏要方面呢 这个外部的一个风险呢 比如说呢 这个美国方面特朗普的一个施压呢 是这两天呢 有一定的一个减轻 那包括呢 昨晚呢 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呢 是提到呢 后面这个美国呢 这个将会呢 将会呢 跟华为啊 可能会共同呢 来共享呢 这个制定5G的一些标准 那么这呢 应该说啊 是过去两年呢 美国不停打击这个华为以来呢 一个啊 这个有一个相反方向的一个一种这个正面的消息出来 那么当然了 这个华为也回应啊 说这个指示技术上的一个共享啊 不涉及这个买卖 那么也意味着呢 这个后面呢 美国呢 对于华为产品的一个限制啊 啊 可能呢 还会持续啊 那么啊 今天的市场来看 这个5G呢 概念果 早盘这个上涨之后呢 啊 没办法形成一个啊 集体上扬的一个气候 说明呢 市场对于这一点呢 还是比较这个谨慎的 啊 那么宏观的一个风险呢 啊 像刚才说的这个4月的一个中国进出口数据呢 好于这个预期 那么另外呢 也要继续关注呢 海外的一个疫情啊 国家这个复工之后啊 这个需求呢 能不能尽快的一个恢复啊 那么包括一些供应链上的短缺呢 已经是影响到国内的一些企业呢 啊 这个零部件的一个供应 比如说呢 这个特斯拉啊 上海的一个工厂呢 是啊 恢复这个复工呢 啊 大 这个有啊 这个大的一个工程复工呢 整机这个复工的时间呢 将会这个延迟到5月9号 这里面的一些原因呢 就跟海外的部分零部件呢 啊 这个供应啊 受处有关 好 那么后面的一个机会呢 主要是啊 在于这个成长股的一个机会 啊 那么近期呢 也看到风险为纳的在提升 那么提升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一方面流动性的充足 啊 市场资金呢 还是比较充裕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盈利的一个预期啊 啊 看得比较这个远一点 啊 那么 呃 短期的一个波动呢 啊 市场呢 可能这个为纳的一个啊 意愿的更高 所以呢 啊 相对一些这个正面受到冲击的一个周期性板块 这个成长股呢 在后面 呃 反弹的时候呢 这个机会更大 那么交点板块呢 让人来说一下 刚才说的一个成长板块的一个啊 啊 电子啊 这个板块 啊 那么这里面呢 呃 有消费电子啊 一些零部件啊 啊 包括呢 啊 芯片 还有这个集成电路板 整一条长益链 啊 那么 左边这个图呢 就是电子呢 它的一个指数啊 啊 那知道呢 市场环节很差 但是这个指数呢 已经回到了这个 应该说是啊 这个60日线的一个位置 啊 今天呢 是在这个位置上呢 有一定调整 但量呢 还是啊 能够跟上的 啊 那么这个指数呢 能不能这个在逼近前高呢 啊 光系到这个接下来啊 市场的一个啊 表现情况 啊 那么这个板块呢 实际上市场呢 最大的担忧啊 也就是呢 短期盈利的一个波动呢 会不会成为隐患 啊 那么再简单讲呢 就是啊 这个海外的一个疫情的影响这个电子消费品的一个出口啊 包括呢 海外的一个需求啊 影响到国内的一些产业链 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影响到这个供货啊 方面 那么现在呢 有一半的人呢 认为疫情影响呢 只是啊 一两个月的事情啊 之后恢复呢啊 啊 这个库存水平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问题不大 那么也有一半的人认为呢 这个影响呢 难以确定 啊 那么后面呢 可能会带来这一种啊 持续性比较长的一种这个立弹风险 所以呢 站在这个风口位置啊 啊 我觉得呢 啊 谨慎的的话呢 就啊 尽量放开啊 这个底部的这一个上涨的一个啊 这一些空间 那么等到呢 啊 疫情呢 真正的明朗化啊 那么年中的一些数据出来之后 能够确认的话呢 啊 再来啊 进行布局 那么这样的话呢 啊 更多的是可以赚取啊 啊 这个啊 啊 企业本身盈利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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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啊 那么好的方面呢 呢 当然也有国内的一个复工顺利啊 需求也必要这个畅顺啊 那么包括苹果公司呢 对于啊 国内的二季度的一个电子销备品的一个 啊 消费呢 还是消费来说比较乐观啊 那么面对着啊 那么历旦呢 就刚才说的海外的一个复工缓慢 啊 那么整体的一个趋势型的机会呢 主要就是产业链的一个国厂化啊 加上的这个啊 技术升级呢 带来的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机会 那么5G时代呢 包括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手机出货呢 虽然说啊 不及于期 但是5G的一个渗透率啊 提高的非常快 啊 那么加上窗带设备呢 汽车电子跟这个云设备的一个出货呢 啊 我们也是看到呢 这个啊 有一些啊 逆势上涨啊 改善的一些迹象 啊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啊 这个电子啊 这个最上游的一些啊 芯片的一个制造啊 包括其前电路的一个啊 生产呢 啊 随着国内的一个扩厂啊 以及终端的一个东移 那么这呢 自身的一条产业链的一个机会啊 应该说是未来能够养活或者说壮大呢 一大片啊 这个啊 这个体量非常庞大的啊 这个啊 这个电子板块里面的一些龙头企业啊 所以呢 啊 总体来看 机会呢 我觉得应该是大于这个啊 这个风险的啊 所以后面每一轮下跌呢 啊 我觉得呢 都是啊 去部署啊 这个未来三年到五年的一个成长机会啊 的这个电子电子板块 那么当然呢 是要选一些这个啊 硬核的一个啊 股份 那么这一些呢 在后面啊 的一些一股节目里面呢 会啊 针对性来这个啊 推推荐一下 好 那么上面提到个管没有持有 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 我 сч in After 我